今天我们来看一下雪山的环光 观战方的表弟一条虫 对面的话是两个风险 两个风险 昨天跟老三他们打过 这边跟表弟打过 表弟这边应该比 老三那边应该要更加好一些 我们来看一下对面的话 天宫加帆寸的一个组合 看一下这把比赛 有没有什么一个不一样的一个 精彩的局面 这一把比赛的话跟昨天 打魔玩战那个比赛 有所不同啊 对面的两个风险 居然没有抢到一个风险 这边的话小玩武装冠 的话反而变得一个大物卡 对面的话是一个 大物卡好像天宫 好像帆寸变得变得是个 小老鼠做了一个卡树风 对面的话天宫走了一个艺术风 天宫的艺术风居然没有抢过 小玩这边的一个武装冠那这把比赛的话 对面3000万送了好吧 就这把比赛的话 表弟这边能输的话 我跟你说这3000万你们跟表弟说 我班表弟出了 到时候去表弟直播间给他 刷点小礼物什么的好吧 这比赛事先我也是肯定没有看过的 真的吧 给你们说一下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一点对面的话 两个人都是一个风隙门派 风隙门派的话本身人物是没有输出的 对吧 这边的话拿到了一个风隙一速 就等于说对面的话 风隙啊 风隙的宝宝 是一定配合不了自己的一个速度的 就不存在对吧 除了卡树风隙之外 就不存在我宝宝直接解自己 对吧解自己之后的话来封你 就不存在这个操作 所以说的话 就观战班对吧 小玩封完这个人对吧 再封这个人 把这个人解完之后 我下回再封这个人 就一个人 就理论上面来说的话封的准 就一个人空两个人 是没有问题的 你看 凡寸三解掉之后 我就封凡寸 那你这一回要宝宝又得解天宫 那我下回再封天宫 懂了吗兄弟们 就是这个意思 好吧 我觉得好办法 就只有天宫解凡寸 让凡寸分身分进去 凡寸如果不分身分进去 没有办法 你被封了 被武将冠封了 还用不了道具 好吧 表弟这边的话 AMC秒就赢 我跟你说 有机会出个先离击发的小 小孩都行 对吧 对面被套之后 你看 对吧 慢宝宝解开番寸 那这一回要的话 又能够封番寸 就很简单 哇小玩现在封的这么准吗 兄弟们 基本上没有 你看 那下回我再封天宫就行了 就随一说的话 嗯 兄弟们就 其实RVR 跟群P的话 是一个道理 兄弟们你看 福战什么的 为什么一个女儿村 对吧 国标队 我大坛地府 国标队 我要带女儿村 就是一个道理 兄弟们 你们能懂吗 就是说 就理论上面来说 我有医术 只要封得准的一个前提下面 对面 对面如果是个212的一个阵容 就是两个风气 两个输出 一个化身的那一套阵容的话 就我女儿村有医术的话 控对面两个人的话 是没有问题的 对面现在要做的 就是要把这个番寸 给分身给分进去 你们能懂吗 对面这个番寸分身分进去 特别关键 不是有一段时间 我们那个五神坛打比赛 大家都喜欢用番寸来做艺术风 不喜欢用女儿村吗 因为番寸有一点好啊 番寸的话 就算我极限加敏捷 无名给给你加点的话 番寸的生存能力的话 会比女儿村要强很多 因为番寸的话 首先一点 法宝的话 对吧 有一个门牌法宝 环境甲 环境甲触发 环境甲的话 就是怎么怎么说呢 可以抵挡一个80%的一个伤害 然后的话 其次的话 番寸有分身 对吧 就算我没有跟你抢到速度 我也不怕 对吧 我找机会有分身 对吧 我分身的话 你对面即使说速度比 比我快 封不了我 就所以说你控一个人 我控一个人 我给你换操作 对吧 第三点的话 番寸全名加点的话 有毫毛 就能够毛起来 就所以说的话 番寸这个门派 对面的话 没有选择拖 直接换地厅了 14回合直接换地厅 我们来看一下观战帆怎么解决 观战帆的话 嗯 好像解决不了这个地厅 番寸的话 直接催眠 这边的话 应该是烟雨剑法清的地厅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厅 应该是有虚迷的呀 这个地厅 这个地厅 哇 这个地厅猛啊 有一次啊 兄弟们 那这个地厅一秒出来啊 那 武装冠一倒 速度一没的话 那这个比赛就不太好打了 对不对 反正还有一把换虚迷的机会啊 对面如果会打 两个单位都要换 虚迷了 好吧 对面两个单位都可以换顺法了 看一下有没有换了 OK换一个 因为对面身材是有灵源 那你知道吧 天公再换 下一回合 两个人搬顺法加敌制就行了 OK 这 这两个风气打得很漂亮 对吧 这边的话 拉屁人了 你知道吗 OK 再换就行了 再换 再换就行了 表弟这边肯定是要出归宿的 OK 加天雷 英国 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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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这一局对面打得精彩啊 17回合 那我们再看一下皇宫的第二把呀 表弟这边的话皇宫打得比较精彩 我们再看一下皇宫的第二把 好 好 不